嗨同学们,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论语六则,我们继续学习 昨天我们已经学习了论语六则的一、二和三 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论语六则的四、五、六 那好吧,现在让我们开始一起学习吧 我们先看论语六则的第四则 子共问曰,孔文子何以为之文也 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为之文也 或者我们来看这里 所以大家也可以现在打开书 一边学习,一边看一看你的书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好,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第四则 子共问曰,孔文子何以为之文也 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为之文也 在这里大家可能就要问了 这个开始子共问曰 但是昨天我们学了一二三 都是子曰,子曰,子曰 大家还记得吗 昨天第一个,子曰学而实习之 第二,子曰温古而之心 第三,子曰学而不思则往 什么玩家,子曰,子曰,子曰 我们看后面也是第五个子曰 第六个子曰 但是这个不是子曰 答比,子共问曰 那是什么意思 子共不是孔子 如果子一个字 子是孔子 答比,子共不是呀 子共是名字,是谁呢 是孔子的学生 子共是孔子的一个学生 问,问就是大家,曰,曰就是说 子共问曰,什么意思 就是子共问孔子 子共问孔子 子共大家个孔子 孔文子 孔文子,孔文子 把个孔子 孔子,孔胡祖 不对,孔文子也不是孔子 孔文子是谁 他是魏国大夫 但是孔文子 不是孔子 孔文子 子共是一个人的名字 孔文子也是一个人的名字 好,我们来看 子共问曰 子共问孔文子 何以魏之文 也何以就是为什么 孔文子 孔语 为什么 魏就是被称作 迪邦 为什么被称作文呢 他那妈叫孔文子 孔文子 为什么 但是他的名字不是孔文呀 他的名字是孔语 那文是什么 文是 国王给他的名字 跟他把给他的名字是文 也就是 子共当年孔文子 跟他把地板给文 跟他把地板给文 我们知道文 中文,英文,文化,文学 文是很好的字 Mandarin, English 他いや不错 文 空自说 happier 明 孔子说了 敏而好学 不止下问 敏就是聪明 好学就是努力学习 喜欢学习 为什么呢 因为他聪明 而且努力学习 不耻下问 耻就是马路 不耻就是地打马路 下问 问我们知道 那下面是谁呢 问下面的人 是什么呢 不如自己的人 不止下文是什么意思呢 不像你们呀 你们现在九年 你们现在十二年级 你们十二年级 那如果你们要问十一年级或十年级的朋友 你们会不会觉得 如果孔文字呢 不止下文 所以 所以 是乙就是 所以 因此未知文也 这个是 孔子的回答 孔子的回答 孔子 这个是他最重要的 好的 这个就是第四个 大家都明白了吗 现在我们来看第五个 孔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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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就是默默的呀 在这里不是使呀 不敢使 为什么 因为 默而至之 至就是 默而至之是什么意思呢 学而不厌 厌就是 满足厌倦 就是 买加足够 或者不成 买加足够 当不成 会人不倦 会就是 教 买加辞 会 倦 倦就是 累 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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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不成 当不成 乐乐 这个就是 三个 默而至之 哈法 或者 应该 当不成 地 买加辞 当不成 买加辞 当不成 买加辞 何有 与我 在 何有 就是 有什么呢 阿达阿爸 与我 在 在 地打 地买 在就是 呢 何有 与我 在 就是 与我 有什么呢 我 没有 我 我 我 没有 我 我 我 没有 我 我 有什么 我 有 那 这个是孔子说的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是孔子 他谦虚 他这样说 但是不是真的 这个是孔子很谦虚 这三个非常重要 好 这是第五个 那最后我们来看第六个 这个也是论语六则的最后一个 子曰 三人行 必有我施焉 则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曰 三人行 必有我施焉 则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那是什么意思 三人行 行就是走 三个人一起走 孔子说如果有三个人 我们再一起走 必 就是一定 一定会有我的老师 必有我施焉 那一定有我的老师 这个老师不是真的老师 不是真的老师 但是呢 但是呢 是什么呢 就是 三个人如果一起走 三人行必有我实验 所以呢 则其善者而从之 则其善者而从之 则就是选择 比利 善就是优点 那我们要怎么样 那我们要怎么样呢 从就是学习 然后 所以我们要找到他们的优点 那我们要想一想一想 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也有啊 如果是同样,我们要改正,我们必须可以继续。 所以,这个就是三人行必有我试验,则其善者而从之,则其不善者而改之。 这就是第六个论语第六则的意思。 那,好的,今天我们又学习了论语的四五六。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大家都记住了吗? 好的,今天我们学习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